丽瑾跑到了村口,她之前在林振天家里,并没有看见她女儿,所以她肯定还没有回来,她得去村口看看能不能等到她的人。 丽瑾赶紧给双耳发了消息,让她迅速查一查林振天女儿的基础信息。 这种信息并不难查,五分钟之后,丽瑾就看见了一张照片,照片里的女孩子长得白白净净的,很是好看。 这女孩儿名字叫做林伍玥,二十八岁年纪了,这可比丽瑾想象之中要大一些,现在在银行工作,未婚状态。 丽瑾看完这些消息,正好就看见了一辆公交车在路口停下,一个拖着行李箱的女孩子往这边走过来。 是林伍玥小姐吗?你好,我是丽瑾。 丽瑾?真的是丽瑾? 眼中的惊喜快要浓郁地溢出来了。 丽瑾觉得,这可能是碰到她的粉丝了。 她正要说话,林伍玥已经激动地一把甩开了自己的行李箱,她两只手抓住了丽瑾的手。 你,你真的是丽瑾啊? 我这是被你的节目选上作为惊喜路人之类的吗? 天哪,我,我这是中大奖了吧? 而这个时候,一辆黑色车子缓缓从拐角驶过来,丽瑾将激动地不行的林伍玥给拉开,看向了这辆车子。 这不是于千凡家里的车吗?怎么好好的开到这儿来了? 丽瑾拿起手机,想给于千凡打个电话,点开记录才发现,于千凡之前给她发的消息。 丽瑾浑身一抖,立刻拿出了自己影后级别的演技,冲着镜头向了笑说, 下面让我们来欢迎我专门为了这个节目请过来的特邀嘉宾。 摄像师顺着他手指的方向,将镜头移到了于千凡的车上,车里没有人下来。 少爷,要不咱们还是下去吧,等会儿你再和少夫人好好说说,这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儿咱们不吵架。 你放心吧,陈伯,因为这种事情和自己喜欢的人吵架,只会得不偿失。 我很清楚自己接下来该做什么。 他打开车门,从车上下去,当当,是你们最爱的于千凡来了。 怎么样,我请过来的这个嘉宾还不错吧?